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妙 是哪个步骤搞错了 赫迪亚 你个人鬼鬼祟祟的 在干什么呢 吓死我了 原来是克拉利亚 这里是陈薛姐的数据之海监控室吧 就算她在口头上允许我们出入 你也不能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吧 还是说 你是来搞什么小头小摸的呢 怎么可能 但你手里不是拿着上回那个匣子吗 上次她复现了有关瑟利姆的回忆 让我们吃尽苦头 这次你又想用她窥袋谁的过去 都什么跟什么 我只是想来收集点线索而已 就是 狼秋的那些麻烦事 现在还没彻底解决 我们两个虽然是局外人 可也不能坐视不管吧 陈薛姐正在检查 徐梦者和希娜受到侵蚀的情况 只剩下我们两个无事可做 这种情况下我可嫌不住 多多少少也要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匣子了 你想 如果能像上次那样 用它挖出更多关于七数的情报 肯定会有点帮助吧 所以我猜 原来如此 但也还是盗窃未遂 刚才的话 要不还是留到法庭上再讲一遍吧 别拿我寻开心了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又是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而且也没见你有多光明正大 该不会是和我瞄准了同一个目标吧 当然是因为在房间没有找到你 出于关心才来找找看 就只是同事间的关心而已 唉 就知道你遇到了麻烦 幸亏天才程序少女柯拉利及时赶到 正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也就是说 你想成为我的共犯 别说得那么难听 我们也是出于好心 再说了 我们两个当共犯的次数还少吗 之前在学校 我们一起翻过围墙去 停停停 我不想再回忆一遍 你带我翻墙偷溜出去买最新的唱片 结果被牙医老师逮个正着的故事 还是先看看能不能启动这东西吧 依我看 这匣子就像一台播放器 现在之所以无法播放 或许是因为记录的某些数据出现了缺失 或许 我们可以借现成的数据给他补上 现成的数据 你是指 就是指我们两个 闲话少说 走你 柯拉利 你确定这玩意儿没出问题 应该没有 吧 欢迎您来到记忆与时光之霞 接下来请放松身心 如果要退出您的记忆 只要随时在心中默念 退出 你看 这不是成功了 你在哪啊 霍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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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没事吧 别紧张 放轻松 隐怪已经被解决掉了 你是 灯 我的确是灯组织的一员 你可以叫我沙弗莱 沙弗莱 没错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柯拉利 柯拉利 我知道了 怎么样 还能站起来吗 要不要来课堂 不用 等会儿吧 沙弗莱 这是灯原本的名字 那也就是说 金与时光之霞 应该成功启动了 现在我经历的 应该是某次调查 引栽的行动 调查的组织是 灯组织 偏偏刚好就是那个灯 赫利亚呢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明明没有外伤 应该不会这么严重才对 是精神上受到的刺激太大了 我 我没事 又来了 阴魂不散的影怪 灰星 快过来掩护我们 收到 前辈 灰星 你就是灰星 是啊 我是刚加入灯组织的灰星 赫利亚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赫利亚 这女孩是克拉利 她遭到了影子袭击 现在似乎还有些不清醒 看得出来 前辈 周围又有影子靠过来了 我们也要赶快离开这里 这次影灾非同寻常 不要掉以轻心 吃燕齐的使用方法 你掌握了吗 看前辈用过几次 但 一直没有掌握到药力 算了 正好趁这个机会 我详细地教你一次 我详细地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基础的使用方法我都交给你了 接下来 靠你自己多琢磨了 多谢前辈的指导 我一定牢记于心 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 我先去查看一下周围 照顾这个女孩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她刚从昏迷中苏醒不久 现在还很虚弱 没问题 我一定照看好 这个虚弱的女孩 这次的任务很艰巨 所以不要与这里的影子纠缠太久 等这个女孩恢复行动能力后 就赶快来和我会合 明白 那么再见 一切小心 这就走掉了 还真是来去如风 不过 她的头发怎么没发光 大概是前辈觉得 这些对手还不足为据吧 在你苏醒之前 我可是见过她认真的样子 如果说人的恐惧会招来影子 那么影子的恐惧汇聚而成的 恐怕就是那样的光 记载中那男人所言非虚 她确实不简单 但此刻我更想说的是 你跟她这到底是唱了哪一出啊 一口一个前辈 难道在我昏迷的时间中 你们已经这么熟络了 灰心小姐 那只是灯内部的代号 可不是我自己想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打算和我这个虚弱的女孩 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吗 现在我们应该是在 记忆与时光之辖之中吧 为什么你突然成为 灯组织的一员了 应该是和瑟利姆那次一样 我们进入到了一段往事中 担任了其中的某些角色 只不过这次 我们扮演的角色更为具体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 应该是灯组织百年前 调查某期引灾的回忆 我是一位被派遣来 和沙弗莱一起行动的组织新人 灰心 灯 偏偏就是那个灯 这应该算是好事 听起来除了我成为一个路人外 一切都很顺利嘛 我的方法果然有效 别高兴得太早 大概是因为强行进入回忆的缘故 有些东西出现了误差 这是支燕奇 听说是灯组织的秘密道具 能够以生化子 依照使用者的战斗技艺 构建出如同棋子般的假身用来战斗 以生化子 就像刚才那家伙做的那样对吧 真神奇 赫利亚 那你怎么不试试 我刚才不是说过吗 有些东西出现了错误 导致我始终无法启动这个盒子 给我看看 我明白了 这就是记忆与时光之霞中缺失的数据 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回忆中 关于这个契合的相关数据都损坏了 只有像沙夫来这种 原本就在回忆中的数据体 才能使用它 和我想的原因也差不多 但问题在于 我们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和沙夫来说 我因为是外来者 所以无法使用这个道具吧 别着急 我有办法 那 现在里面就有数据了 这是 老师 克拉利 你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还记得我们之前 从地球带过来的一些录像数据吗 我之前提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将它们做成了游戏人物模组 现在正好可以用上 简单来说 就是用已有的数据 替换了这个棋核原本的数据 在这段回忆中 你可以将我新输入的数据 来作为支验棋构造出的数据使用 原来如此 可是 随便使用老师的数据 真的好吗 别犹豫了 赫利亚 难道你就不想看看 如果老师们来到火星 这里的怪物能承受它们几招吗 快试试吧 好吧 这次情况特殊 下不为例 对对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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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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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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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